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思靖和李梦连续命中三分球 帮助中国女篮拉开了双位数的领先优势 黄思靖和李梦的出色表现让波多黎格女篮无法招架 中国女篮以13分的领先优势结束了首截 第二截 波多黎格女篮依靠三分球连续追分 但中国女篮的李月汝在内线频频得分 稳住了局势 保持了两位数的领先优势 随后 李梦手感火热 连续命中外线投篮 帮助中国女篮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0分以上 半场结束时 中国女篮以领先20分的优势进入休息 下半场开始 中国女篮继续发力 一波9比0的攻击使优势一度扩大到30分以上 接着 李梦内外开花 连续得分8分 中国女篮打出了一波进攻波 将领先优势扩大到40分以上 末节比赛中 中国女篮继续保持高强度的表现 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50分以上 最终 中国女篮以105比69的比分 以昂首晋级的姿态夺取了巴黎奥运会的入场资格 本场比赛中 中国女篮球员李梦表现出色 出战20分中 投篮10中7 三分球5中4 罚球6中5 贡献了23分 两个篮板和两次助攻 并取得了加32的正负值 她的精准投篮和出色的得分能力 为中国女篮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贡献 另外 中国女篮在篮板争夺中也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她们抢下了惊人的59个篮板 其中李月汝贡献了23个篮板 比波多黎各全队的22个篮板还要多 中国女篮的篮板优势为她们的进攻提供了额外的机会 也限制了对手的得分 这场比赛的胜利为中国女篮的巴黎奥运之旅 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通过团队的紧密合作和球员个人的出色发挥 中国女篮在篮板争夺和得分能力上都占据了明显优势 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中国女篮将继续发扬优势 为中国篮球争取更好的成绩 昨日的比赛中 中国女篮惨败法国队 给球队蒙上了阴影 球队急需一场大胜来提振士气 毕竟输给法国女篮对中国女篮打击不小 两队之间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好在中国女篮已经提前获得奥运会名额 相信往后中国女篮能够打出更好的成绩 在奥运赛场打出中国女篮的精气神 一起为中国女篮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